不過呢 就是剛剛有一位名叫Manny的外國朋友來到我們現場 他是史丹佛大學的那個 這個是應用歷史工作小組的 人像史負責人 然後他說他很關心台灣就是被假資訊 還有中國這個資訊攻擊的現狀 然後他就說他很願意透過跟大家聊天 來了解現在台灣人的想法 然後他願意把大家的想法寫成一份 就他想要把大家的想法寫成一份那個摘要報告 然後他說他可以 聽起來很奇怪 就他說他可以把這個報告交給 就重要的那個美國國務院還有白宮裡面的 就是做政策的官員這樣 然後呢 因為他現在好像先離開了 所以他就是留下來一張就是弄子這樣子 所以就把他打到一個弄底裡面 那如果說你很奇怪 聽起來就是假新聞 可是他 反而是 反而真的有在現場 我想他越講越是可以去 然後我自己都互相去玩自己 好 沒關係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自己有在做假新聞相關的研究 那想要跟這位 這位這個美國朋友聯絡的話 那就可以來這個弄底 把自己的那個聯絡方式都留在這裡 那還是這樣子 好 我只答應把這個報告而言 並沒有背署任何事情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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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